小姑娘 你身上的诅咒有多久了 你知道它的诅咒可以化解吗 实际上这并不是什么诅咒 而是一份旷世难寻的恩赐 不过一般人根本承受不了这样的恩赐 而以你们部落的文化传统 恐怕也不可能去引导利用这份力量 你将这份力量在体内酝酿沉积了至少十六年 这十六年间 你身边一定有非常了不起的人在支持你 有他在 我要感谢你 保住了一个爵士奇才 他的天赋在北京部落被当作诅咒 但在南方大陆 却是得天独厚的恩赐 若是善加培养 不出十年就有望得到天启 这年纪大了 断术之力的运用也有些生疏了 终归抵不过北京的风雪 不过如果是你的话 一定可以做得比我更好 孩子 和我一起去南方吧 那才是你应该成长的地方 西大陆最优秀的魔道学院 在南方 这些人被称为魔道士 他们每个人身上都背负着与你相同的诅咒 这份诅咒被称为魔道 而我们所有人都是同道众人 同道众人 孩子 我作为学院的院长 真诚地邀请你加入红山 成为我们的同道众人 你愿意吗 去吧 这是机会 要去的话 我要和他一起 我们说好一起的 你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浪费在魔道以外的了 我会努力的 我是说魔道以外的任何事 那 那我不去了 你们的感情固然真挚可贵 但这一切终究只是年少轻狂罢了 我实在不希望一块西式罕见的蒲玉 被无畏的感情羁绊 你们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你们在各自的世界都会有更好的人生 那就是这种世界都会有更好的人生 这种世界都会有更好的人生 哪有